你可以先試一下 如果琴這樣放在桌上 然後我從這個地方拉 就這樣拉 所以我從這邊看起來的感覺會是這樣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將琴放著 那你從這個角度看著來拉的話 你會覺得很好控制 很容易拉直 然後也不容易碰到別的弦 那就表示其實你對運功的觀念是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有問題的是 當琴放在這邊的時候 這邊這樣 這個情況是很難控制的 然後當你實際上在拉 你其實也可以做一個測試 就是說我其實在影片有沒有講過 你把琴放比較低 那如果這樣拉 就是說你可以試試看這樣拉 會不會比這樣拉 會變得比較好拉 就是說不管是弓拉直 還是什麼抖動的線量 是不是都會減緩 那如果你發現其實這樣拉 會變好拉的話 那就表示是我們講的 就是說其實因為 手臂這邊比較僵硬的關係 所以你在上面的時候 你到這邊的時候 因為這邊會變很緊 這樣變很緊 然後變很緊的時候 你手就會緊繃 會抖 然後 那因為手會變緊 所以其實我們會很容易 譬如你拉這裡的時候 你會變緊 你會不自覺的會放下來 所以你就會 覺得為什麼拉一拉 會 會拉到別條弦 因為其實你要一直 如果你要一直保持拉同一個直線的話 你必須要一直往越來越緊繃的方向拉 那但是就是也許我們會一直學習到說 你拉的時候要放鬆 所以當你放鬆的時候 你就會不知不覺掉下來 那這個是一個 可能空間會抖動的問題 然後所以因為要改善這些狀況 我覺得根本原因其實是手臂要練鬆 但這就是說你有一些 特地可以替代練習的方法 像那個太陽老師就講說 那個手指要放開 其實就是說 你拉到這邊的時候 因為你現在抓著弓的感覺是這樣子嘛 那我這樣手指放開的時候 其實手臂會變比較輕鬆 所以就是 其實你觀察還蠻多演奏家會這樣子 就是我拉到這邊 然後 拉到底的時候會放開 所以就變成只有這樣子 然後 但是這個動作可能對初學者來說會非常有安全感 就是初學者可能會一直覺得要抓著弓 所以就放開來會覺得 就是會覺得有可能弓會歪掉 還是弓會掉 但是這個 其實這個也就是初學者需要克服的一個心理障礙 其實我們在拿弓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這個狀態 我做一個運功 你看 就是 就是我們在運功的過程中 然後 手是沒有抓住弓的 所以就基本上只是大拇指支撐 那這樣手 這邊是伏著 沒有沒有抓住它 沒有沒有抓住 伏著 可是伏著它不會掉下來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的手從頭到尾都抓住弓 而且你可能抓得比較緊的時候 你拉的時候其實會變得非常緊繃 那緊繃的時候就弓會很容易抖 那弓也會很容易歪 然後像改善這個方式就是也有一些替代練法 那像有時候我會教學人這樣變 就是說我們把手指 食指穿過來 變這樣子 那因為手被弓矛卡住 所以我現在手就算放開 手就算放開它也不會抓住弓 所以也許這個感覺可以讓你比較輕鬆的去 就是手指不抓住弓 就是一樣你可以先試看這樣會不會變得比較好拉 那這樣如果會好拉它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就是說 你看我們人的結構其實手腕 手腕是上下比較好動 左右比較難動 然後可是當你拿著弓的時候 你拿著弓的時候你可能為了抓住 所以你會變成左右動的情況 所以你就會 越往這邊拉你的手腕會越來越緊 那所以其實我們為了要讓手腕保持好動 我們在拿弓其實是把手腕 手掌轉過來變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是這樣拿弓的 所以會這邊倒下來 你看會有個這個動作 然後這個動作就是其實這邊也會稍微抬甲會這樣 那這個目的就是要讓手掌保持朝這個方向 所以這樣 然後這樣 所以這樣那時候手掌才會靈活 那同時這個姿勢對出現來說會覺得蠻不舒法 你會覺得手腕扭到 那其實這一樣就是要練斷的聲音才會習慣 那習慣原因是因為你的肌筋變鬆了 所以你就覺得越來越沒有感覺 那一樣我們只是說這個原理就是跟這個有關係 因為當你這樣拿的時候 你的手掌就自然而然是朝這個方向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只是說你可以驗證看看 就是說如果你這樣拉的時候 然後 是好拉 那就是表示我們講這樣人體功學是對的 那但是因為這樣當然就是 這個姿勢有些 對於控制光來說它是有些動作做不到 所以我們當然最好還是要練習這個 可是你就可以從這些方式去 去感覺就是說 就是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因為什麼狀態沒有做好 所以它的條件跟剛剛不一樣 它就做不出剛剛那個效果 好吧簡單說就這樣就是 可以用這些方式來練習看看